请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何优礼 25岁 海归硕士生 我叫男嘉宾 今年55岁 没上过大学 目前从事报案工作 一个报案也跑过来面试 自负量力 这位老小伙 我们公司只招聘有能力的人 学历不是重点 传统的面试 枯燥而乏味 今天咱们的面试 别开生面 是一道智力开发题 总裁 不是我吹 我的智商全球排名第二 没人敢说排名第一 小嘎子 话不要说就采卖 当心是山是涉土 两位请听题 请问人身上哪个洞最小 提前说好 这是一道正规题 请不要胡猜乱答 谁先来呢 这也太简单了 我先来回答 不就是鼻孔吗 你看 这个鼻孔多小啊 大错特错 不过看在你丑的份上 再给你一次回答的机会 我拒绝回答 那就别答了 保安大爷 您来回答 我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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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那就是耳洞 你看耳洞啊 这个人身上没有比耳洞更小的动了是吧 总裁 来来来来 赶紧带我去办理入职手续 啊 保底公司给我发三万就行 我不要替车的 走走走 实际上抱歉啊 老小伙儿 你又答错了 怎么可能 我这么同位的一个男孩 怎么可能答错呢 你还真就答错了 难道我的海归硕士 念到驴肚子里去了 还是有点此之之命的 总裁 我又想到一个答案 如果还是不对 我当场通奉自尽 实在抱歉啊 每个人就两次机会 你都没答对 请回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好不好嘛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反正他也答不对 行吧行吧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总裁 答案是 破洞 破洞 对 破洞 破洞 有大有小 大到正无穷大 小到正无穷小 你见过谁身上的破洞 大到正无穷大 再小到正无穷小 你是怎么界定 他小到正无穷小的 你这个答案 默愣两可 无法定论 小家伤 有咋存了吗 喂 实际你这承诺吧 什么承诺啊 通风自尽啊 什么通风自尽 我问你瞎说什么呢你 小家伤 我强烈就鄙视你了 鄙视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啊你 好了好了 都不要争论了 反正大叔 我看您 学我成语的样子 那您来回答吧 这道题 别多眼睛都能打上来 要不人生上 哪个懂嘴笑 那当然是冒捧了 厉害啊大叔 这您都能想到啊 那我怎么就会想到呢 一年的智慧 下辈子都想不到 你这绝对是 瞎猫撞了个死耗子 总裁 我看他还是不舒服 要不然 你再给我出一道更难的题 我要让他口服幸福 行 正好我也再看看 大爷您的其他能力 来来来来 这道题啊 不能让总裁来出 我来出 这样才公平公正 行 你只能出 喂 我上网找一个啊 我找一个 最难最难的题 还有什么 听好了 请问 一个离过五十四呼的女人 应该怎么样形容她 答不出来了吧 要不我给你提示一下 不用提示 千功惊奇 大爷啊 您太厉害了 我给您跪了 这道题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当然都答不对啊 您太厉害了 小嘎子啊 以后左人要急调点 嗯 不要以为你是害鬼说实 就高人一等 要知道 人来还有人 天来还有天 嗯 Oligge Oligge 嘿嘿嘿嘿 好的大爷大爷 我这就带您去办理入职手续吧 走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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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